世界遗产基禄城 兼备了敌人难以接近的险峻 和惊人的美景 我们参观了这座 四百年未经改造的 完美保留下来的奇迹之城 看到了 真的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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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我就要跟我的好朋友 Koyasa 一起前往世界著名遗产 基禄城 好兴奋啊 被称为日本最美丽的城堡 这就是基禄城 哇 基禄城好高啊 怎么爬上去啊 穿越四百年的时空 以天守阁为终点 开始这次旅行 好大的门啊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妙的人 这次旅行 这次旅行 东方式旅行 你好 你好 这个 这里下面的 准备 我是基禄城的朋友 可以说会说中文的君主大人 把我吓死了 你看 那个 这个 三角形 是为了射箭 是为了射箭 正方形 是为了射箭 正方形是为了射箭 正方形是为了射箭 哦 它看起来比较大 对 是它比较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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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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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年纪 对 在中国的厂 谢谢 殿佛现在多少位 是 你还好吗 咪咪 咪咪 哇 又再来 又再来 这是第四扇门 准备了 怪不得敌人都进不来 因为爬山爬得太累 你看看 哇 准备了 最多迟连了 连到银堡 每次都是看到了城堡 却看不到路在哪里 转来转去 以后才发现 哇 又是一个门 又是一个门 这是什么门 当敦战兵人 被攻击这门 这棵队被弄在架上 把敦战兵人押起 被攻击 被趴下来 这个地方很神奇 像一个秘密武器一样 它这个地方可以打开 然后上面就可以对下面的人射击 想到达大天守还得通过七扇门呢 敌人们也是困难重重 接下来是君主大人 这下可以放心了 窗户的旁边有个像裙子一样的装饰 那些孔以前是用于像爬墙的敌人 泼热水 投石块和放箭用的 所谓最坚实的城可以看到 它每一个门把它关起来以后 上面还有可以认石头的地方 所以几乎进来以后就出不去了 千老不要把我关在里面 我没有地方逃了 可以想到造这座城的人是多么的伟大 可以把这些设计都想象出来 这些设计都很高兴 对啊 哈哈哈哈 各位常常新的 哇 最后能跟君主大人一同参观了美丽的鸡鹿城 我真的好开心啊 真有意思啊